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都这么瞟 好 那今天也是咱们清理山水的一个开端 也是咱们的一个稍微的这么一个一期课程的一个讲解吧 希望同学们都跟着老师的节奏来表现一下 这张画呢着色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过一下我们的这个大体的课程流程 就是感受清理山水的表现技法和形式 对吧 临摹本集合的一个范本做到整体和谐和局部精彩 在这里同学们我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关于大家的这个课堂笔记以及课图稿 这个呢我都已经整理好了发给咱们的学官老师了 我们的学官老师呢到时候都会统一的再给大家发一遍 如果说你着急的你可以提前向他要 我都已经打包给他了 再一个就是咱们的作业提交啊 我们最后一节课呢是是这个7月14号 就是下周一啊对吧 那这期这期课结束以后 我们会延迟一个月啊 都可以为大家的作业提交呢进行服务 希望同学们呢哈 在这个时间之内啊 尽量的多教自己的作业 把自己的作业多补一补好不好 那这段时间我既然没课了 我也会去给大家点评好不好 那我就说到这里了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过一下咱们的课程流程 对不对好 那今天我们呢要开始的给大家讲这个清律山水了 清律山水的一个讲解呢 肯定要重造咱们的一个工具开始讲解期哈 清律山水同学们多少都是已经见过了 第一节课我给大家看过我临摹的千里加山土的一个局部 对吧那是一个呃 着色比较啊比较风艳 比较这个茂密啊别别别别 着色比较这个浓重哈 比较这个风貌的这么一张画面对吧 那这节课的呃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感受感受 好吧那先来说一下基础的材料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用到的颜料哈 我们清律山水啊它其实是主要用咱们的矿物质颜料来表达的 这个矿物质颜料呢有哪些 有石氢有石氯啊 既然叫氢氯氢氯嘛 咱们现在基本上同学用的都是12色的这个玛丽牌的颜料 对不对里边具有带有这两个字的颜色都可以使用哈 我们说有花青对不对 有这个太青蓝啊 还有三青有这个石氯对不对 就是我们说的三绿嘛 啊 这些颜色我们都可以用到 包括藤黄 还有咱们的褶石 还有我们的这个太白 对吧 本节课咱们会用到的哈 那现在我们就对这个清律山水大体的说一下 这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用用的一个颜色哈 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个12色 你以后你们自己创作的时候啊 做一些好的作品 画一些重彩呀等等哈 你就可以使用到这些啊 这个质量比较高一点点的这个 这个材料了 对吧 来表现自己的画面 古代的画家我们说 以及现在呀 想要更加深入表现清律的画面的 往往都是使用矿物质颜色的 大体的一个面貌你们可以看到了 对吧 那比如这个清律山水用到最多的两种颜色 时青时绿 这两种矿物质颜色 我们现在一起来过一过哈 这些都是用小瓶瓶装起来的啊 来过一过这两个 这首先是石青啊 这是一种矿物质颜色 其实啊它是一种宝石哈 同学们你们有宝石吗 好 有同学可能带了个吊坠呀 或者做了一个镯子等等哈 用青金石的吗 有用这个绿松石的吗 好 那你一会听我说完 你自己看着办哈 那咱们的这个石青呢 就是用青金石磨制而成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 那左边是他的左边呢 你看还是比较这个固体状啊 都是这种还是成块状的这种啊 他逐步去这样去研磨 你们可以看到哈 从这边到这边去磨 根据他这个粗细的一个程度 我们给他命名为 比如说头青啊 二青三青啊 十青等等 这个我们说 因为这个号越大数字越大 也就证明这个磨的这个 这个颜料呢 他更加的细致 当然他的这个颜色呢 也会显得更加的淡啊 那这个呢 就根据你自己的实际使用呢 你去准备就可以了 好吧 那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青金石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绿松石了 也也一种呢 叫孔雀石 那你们看到大体的一个面貌 跟刚刚那个都是一样的哈 根据他磨着的这个粗细的一个颗粒的一个程度啊 给他命名 那这些你们都会在以后 你自己的一些画素当中会用到 当然这个是颜料的一个使用 我们在这个嗯 这个这个在什么 他这个绘画的这个载体上面 我们更多时候呢 是使用的是这个呃 捐啊 捐呢它是类似于一种布的一种材料 当然我们现在初学哈 也就不让大家来使用捐了 你们是不是在基础课 还有这个花鸟课里面 多少是应该是接触过的 对不对 接触过的同学 你可以来给我敲一个数字 我看一下哈 那这个捐呢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 下几个我给你们弄一点来 给你们看一看就行啊 好了 那个捐呢 再再一个就是我们刚说了颜色了 和载体了 再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媒介呢 还要包括使用到我们说的一个调和剂 就是我们说的明胶明凡啊 对吧 那这个明胶是什么呢 啊 就是用牛皮啊等等 动物的这个皮熬制而成的哈 那据说呢 我们说在宋代的时候 那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千里千里粘粘土 就是宋代的时候的啊 上等的阿胶啊 你们吃的那个阿胶补品啊 都是宋代啊 他们都是用来画画的啊 也就中等的才用来这个吃 对不对 你想想够奢侈吧啊 那宝石和补品都用来画画的 你们这些有宝石啊 自己身上有宝石的同学 自己呢就看着半了哈 看着半哈 公比仲裁呢 都更多的是使用到这些颜色 好那现在给大家欣赏一下 今天要带大家来表现的这些 就是欣赏的这些历代的名家的一些经典作品 那这张画可能同学们都觉得 老师你这是放的一张啥 我都不知道 看不出来 对吧 这张呢就是隋代啊 战子前的他的游春图啊 历史久远 所以呢画面看不清看不清楚了啊 很正常一千多年了嘛 大概了解一下就行啊 是咱们国内呢 年代最为久远的山须花卷啊 以清律 我们说这种侵略勾填法呢 来描写山川人物 在那个时代 咱们的画面呢 还没有明显的这种村法 这些村法都是咱们逐步在我们说唐朝啊 以后慢慢的呃出现的这些村法 呃而且呢树母都是直接用这些粉点啊 用这张粉 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树上面都画的非常的少啊 勾勒之后咱们叶片 而且这个颜色剥落的都很厉害啊 直接用粉点燃啊 那现在呢是一种我们说展现的是一种 比较朴实而真切描写这种自然景色的一种表达的能力啊 同时也是山水画从萌芽以来走向成熟的这么一个代表作 记住了哈 山水独立乘客以来基本的面貌啊 先是用清绿然后再到许摸的 先是用清绿的哟 你看那个时候清绿山水画的都是比较宫细的 呃 矿物质颜色都是这样保湿来研制出来啊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两张作品 那这两张作品呢就是唐代时期哈 也是挺鼎盛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了 那这张作品呢左侧这张叫咱们的这个 先给大家介绍两个人吧 我们称之为啊大小李将军啊 大小李将军呢就是唐代的李思逊李赵道夫子啊 他们呢两者两位呢形成了比较鲜明的这种具有特色的这个清绿山水的画派啊 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呢 嗯我们说什么啊呃 他们还经常使用这种泥金啊 所以他的画面呢 经常会显得金币的辉煌啊啊 李思逊李赵道李思逊是父子哈 那他们的山水啊 因为使用这种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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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离金对吧 还有包括这个薄啊 使他的画面显得更加的这个辉煌灿烂 所以呢我们说也被这个董奇昌呢 称之为北中的一种开创者啊 所以也是北中画派的一个创建的这么一个呃人物啊 他用笔呢比较工智严谨 而且色色呢比较浓烈沉稳对吧 画面的格局都较为宏伟华丽 而且装饰性呢都比较强 那这点同学们应该是都有目共睹的哈 左侧这张是李思逊的 他代表作就是这张画的啊 江翻楼国图传说是他的 他的儿子呢就是我们说李教道的一个代表作就是明皇信属图了 描绘的就是唐明皇啊 当时因为安事之乱呢逃离长安 避暑入难的这么一个情景啊 行走在鼠道的这么一个情节 被赞为啊 被后代啊 给他称赞为我们说啊 辩父之法妙幽过之啊 同样这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哈 这个我们说都是年代久远了 你们可以在这个中华正宝馆上面 可以看到更加清晰对不对 我已经其实调量过了哈 这些作品呢 在我们说历代呢 都有各大藏家啊 这么多作品呢 他的各朝各代都有盖章哈 这是见证了他的一个流遍和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好 我们大体的看一下就行了 下面的人物非常非常的多啊 来 现在一起再来看一下 这张画同学们呢 可能都非常喜欢的哈 也是最有印象的了 这张画就是千里江山图王西梦的一个代表作 帝王门生宋徽宗的一个清传弟子 也就是北宋就是北宋时期最后的一个皇帝 叫宋徽宗对吧 他呢就是呃 我们说当时在宋朝时期啊 有官方的画院啊 官方的画院呢 就是画画的人呢 可以通过画画来当官啊 王西梦呢 他13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时的画院了哈 那他在这个宋徽宗的亲自的制造下 耗时了半年啊 据说是耗时半年完成的哈 长达10米多长啊 宽的大约半米 整个画面我们都说使用的这种矿物质颜料来表现 因为呢在公体嘛啊 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 有政府的这种支持呢 有这么多的宝石来画这个画面 所以整个画面哈 你们到现在都可以看到更加这么颜色 这么璀璨的这么一种表达的视觉效果 对不对啊 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只是截取了一个局部 给大家看一下 大体的感受一下他的画面效果哈 大去他整个画面呢 是一种大清绿色色的一种表达啊 染天染地 而且呢非常的复利细致哈 画中我们说江河呢交流展现以点缀 并且点缀以飞流瀑布和丛林房屋等等 代表了宫廷清绿山水一派的这种精密和不苟 对不对 以及他们严谨的这种法度 我们的清绿山水啊 他分为了大清绿和小清绿两种 主要呢区分点在于他的村叉的多少 也就下面墨底画的多于少的问题啊 这是他们的区分 村叉的多也就是咱们的小清绿了 那染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咱们的大清绿 那这句话去形容呢不仅仅我们说整张画面给人的一个感觉 你们看完整个一个作品之后 我们说呀你们可以这样去形容 这个画面不仅呈现了我们整个作者 也就是说这个画家他的一个心意 而且呢还有宝石的一个璀璨 我们经常用这样一句话作去形容他 我们叫做爵士之画作天才之少年传奇之人生啊 也就是来形容王兮梦和他的作品的 这是他仅存的一部作品 这张画呢我们说 他是象征着江山永固 所以呢千年不能褪色 用矿物质颜色来表达的 呃故宫呢可能大概隔多少年之后呢就展一次 每一次呢就是排队八小时看十分钟啊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兴趣的同学课后可以去多做一定的了解 那这张也是他的精彩的一个局部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哈里边的这张精细的一种刻画 好另外一张就是咱们的这个江山秋色图是也是宋代时期啊 赵伯鞠所描绘 于咱们除了我们刚说的这个大小李将军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赵伯鞠赵伯素哈 这两位呢赵家的也就是老赵家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啊 当时的皇室中青了他们啊 他们表现的这些画面啊 他这张画也就是在军本上描绘的哈 他的重呢大概也是半米多长 那宽呢就比刚刚的千里江山土的要小很多了 只有三米多长 而且整体的色色效果 比千里江山土他的这个颜色呢 就没有那么的鲜艳了哈 就要更加的这个温婉这个雅致一点啊 但是我们说细米的这种这种精细的这种程度的刻画呢 却不属于前者啊 没有政府的这种支持呢 他哪有那么多颜色自己来画 对不对 你连吃饭都没钱呢 你还想到这么画画 那么得疯了对吧 那画要被偷了 你怎么办呢 那么没法活了啊 同样在千里山水当中的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给大家看的 这都是咱们这个 你不仅是这个我们说学术圈里边公认的 你即便是市场上 那这一张画那真的是就就就就 大家都不用都不用干嘛啊 啊好我们大体看一下他就行啊 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截取点局部啊 来表达一下啊描绘一下啊 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画啊 是明代求音就是明四家之一求音他的作品对吧 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他好几张照片了啊 这张这张画呢 叫鼠川嘉丽图啊 其实他的千里山水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什么 嗯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借画对吧 还包括之前给大家看的亲密商务图 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 都是一个洪福巨制 这位这位画家我们说过 他是一个平民出身啊 他那个学这个我们说看的书少啊 学的东西呢相对少一点 但是他画他的画很厉害就是什么呢 古代东西他都给你可以给你搞一个翻版出来啊 就这样的 就是临摹功底很强造型能力也非常强啊 所以呢 但是他有些画作呢 有时候会让他显得工匠气啊 但他这张画这张画是相当非常的精美的哈 大圈律设施哈 这张画也是宽半米左右 那大概长呢有多长呢 大约有9米多长啊 在美国的这个我们佛利尔美术馆藏啊 这幅画呢 与他还有另外一张作品叫大金得运图啊 整个构图和格局呢都非常的相似 但色彩人物穿着的打扮的细节上啊 都不尽相同啊 那本卷呢 有啊咱们的这个文真名的一个提拔 也是同一时期啊 我们说明代明代的这个明思家之一 对不对 他们的相互的称赞 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千里江山图对不对 他呢天才我们说天才之少年绝世之画作 他们画了这份作品之后让这个蔡金当时的太师对不对 我们当时说的是一个呃奸臣对不对 但是呢他的这个书法功力文学功力非常的强 因为为了投皇帝的首号呢 他呀也编撰画论啊 宣和宣和画谱就是他呃主持编撰的啊 他的这个据说我们说的这个宋代的这个几大家对吧 那其实其实当时的这个书法家其实说的我们说苏黄米菜嘛 其实这个菜其实是指的他 但是据说呢是因为他的人品不好对吧 中国人历史上都是这样啊 我们说是呃 祝生成啊这个这个褒贬不一嘛 他这种就是对好的东西进行称赞 对这种不好的东西呢进行一个贬低 所以呢他呢就被掏被挑出去了啊 你说以他的这种名气这么大的官官力财力 你说能不是他那个菜能不是他肯定是他的啊 所以呢我们对他们这些过节细节有个了解就可以了 那这张画的精细程度啊都值得同学们的反复去观摩仔细的去呃 临行临行一下啊都是可以的 嗯包括以后你们自己啊感兴趣的同学 你都可以多去多多的观摩一下啊 在咱们的这个我给大家说的中华珍宝馆上面都可以看到更为精细的一些局部的细节 好吧其实这张画啊他大体的描绘的过程也是参考了这门唐代的这个礼教道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迷惘迅速图对不对 他们俩的造这个造型上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布局上是不是啊啊这张的可能够整个画面看起来更加的成熟了哈 什么叫借画是不是没听前面的话啊前面的课啊 好我就说到这里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节课要带大家画的这个案例图 叫苍山避水可居仙啊这张画呢我们其实也是模仿的他们的这种 轻律山避水的一种表达带同学们的大体来感受一下我们轻律山避的一种技法和画面的一个呈现啊 同学们记住了啊咱们用声轩啊不说错了用手轩或者半身手啊尽量不要用声轩 你用声轩的话今天就没法染了啊你就只能擦一擦啊 那其实我刚刚在课下呢也是用这个半身手来尝试了画了一下 我看同学们大概会画成什么样子对吧一会画到那我再给同学们说 那这张画我们简单的给同学们说一下好整个画面其实画的是比较细致 繁密的对不对前面的这颜色的造型啊也是比较细密包括中间那种成卵的这种远山对不对我们整个画面呢是一种平原啊深远的这种结合式的画面呢显得更加的丰富 留白相对较少哈整个画面呢主要以勾线甜色的方法来表达着色呢我们说比较厚重这节课我们只是折到染到折石的这个地步就可以了哈就不给大家这个染太多 其实染色的基本的方法跟咱们那个画工笔的形式呢都比较相似只不过着色的厚重度呢比之前呢更加的那个浓厌啊浓厌一点 来在这儿先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一个步骤那就是先勾线然后寸插然后染用墨底的染染完了之后呢再进行这个颜色打底用折石啊然后再用咱们的织绿色对不对主要用这两种颜色后面再分染有哪些呢实青实绿对不对然后再加太清蓝等等这些颜色包括加上太白来区分他们的一些层次最后我们再加上一些黑的这个重墨的这个 呃重的一些墨色来把这个整个画面的它上面一些植被呀等等细节的刻画呀树木啊等等给它表达出来就行了包括咱们的一些点景的小船啊小小桥还有咱们的这个啊续文对不对啊这都是这么一个表现出来的整个一个绘画的流程我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啊我们花了19分钟20分钟这么一个样子哈给大家说了一下那现在我就要带同学们呢来画一画了哈在画之前先把自己的工具准备好同学们呢 来来来好同学们能清晰的看到双手的同学来敲两个数字五啊首旋或半身手尽量用首旋尽量用首旋哈不然的话会很麻烦能看到吗能看到就吧好喝口水等一下大家哈嗯喝酒喝嘛还等好那么现在开始那这张画就是带同学们要画的这张案例图了 好了啊其实大概通刚刚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哈我们同样在画的时候由近即远这样去推特画啊就行了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注意他整体的一个节奏这一片岩石同学们最容易把它给画的什么画的什么呢就容易给他画的平均对不对宽窄高低这种节奏的把握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哈整个画面我左上角已经给大家画了这个参考线哈这个灯光一打的这个着色呢就显有点发黄哈有点发黄好这张 我就先拿走了哈要带同学们一起来画画了没有首先就用半身手好吧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用半身手画了一下大概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同学已经跟我说了他没有半身手对不对你大概像我这样去擦啊这个呢我就没有给他分染就没有墨色去分因为一笔下去之后他就已经阴开了没法去染对吧我就大概的给他勾勒一下然后春擦了一下跟之前画这个画我们的这个呃三学画基本上是相似的用笔的方法只是你要略微细去啊略显 很细致一点不会显得特别的粗糙墨色的过度呢他都非常的自然啊过度过度这点要注意了哈好这点你们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哈几个瓶什么的都行 然后现在啊咱们把这个呃这个这个叫颜料哈给大家放到这里哈今天咱们只用了折石和这个这个藤黄和这个花青啊这三种颜色我们今天会用的其他都不会用的我放到一边啊然后准备一支勾线笔哈勾线笔尽量准备没有勾线笔的同学你也得准备一支这个有笔风的笔吧啊没有笔的话你这个太讨厌了哈那我就不说你了是吧那个这我就说到这里那现在我就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画面的这个 那个构图吧还是做一下构图小稿啊没有同学说不会构图啊定不到位置案例封大是吧好也没有那你就变异形式吧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你给他放大一点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放大一点点能够看到里边的参考线对吧好那现在我们拿出碟子来然后呢倒上一点墨汁 不要小稿什么大体给他定一下就行啊今天我们用的颜色的墨色的会非常的少啊滴上一滴两滴就行了 来我大概勾了一个 来大概勾一个圆圈出来勾个小圆圈 好我大概勾一下哈我们就是来画一个按理的一个尺寸 好现在来同学们我们来说一下啊横数中轴线确定出来你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步骤之后可能啊更加的明确一点对吧大概定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参考物理这个位置嘛 我先从前方最开始画哈前方啊咱们从左主要就位于左下角哈主要位于左下角右侧呢就画的比较平整了啊 然后下面在画的时候也是高高低低的这种错了线条在组合的时候呢要有繁有碱对不对 要有输有密是吧那整个线条都要比较流畅我们这是画写意的这种角度去画的啊 但供这个我们侵律上去整体就画的比较宫细嘛对吧好后面在画的时候也是这种宽窄的那种节奏你要注意给他把控好对不对 他大概画的哪呢你可以位于整个高度大约啊整个底部的一个高度一半的位置这就是画面最前方最高的这个地方 第一层岩石我们一层一层的来对吧这一组岩石啊第一组嘛第一组中间第二块是最高的然后旁边呢先搭着几块细碎的你造型上跟我有点不一样没关系哈没关系 你让我再画一遍跟我的案例一样的那我也难画出来对不对好从右侧我们呢再接一点平整一点点的再上右上右上角来平整的拉上去对不对然后再试试右左上角啊层层的这种焦点没有材料同学你至少也听一听看一看对吧然后这些高高低低的这下面的就比较平整后面第二层的他整体上都比较偏偏细碎一些对不对好高高低低的这种节奏给他拉出来啊左上角超过中心线啊然后再 再来几层几层对不对然后这块呢有个大的山包上面呢他分几层呢这种我就不多说了他已经越过了咱们的中心线附近 好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最中间这个主要这个山峰了位于整个画面的左上角啊画面上半部分大约啊一半的位置啊大约一半吧这就是他最高的点哈把这个山石的造型给他大提的一个是山式给他确定出来啊 层层的交叠确定好前面有个小桥啊这是第一层后面的比较低矮一到两只对不对大概又画一个小山出来里边都是层层的这种交叠的 好右侧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岩石这个整个山峰中心线附近呢他其实有一定的间距画了一个小桥对吧前面呢一堆小的卵石这种卵石注意了哈整个画面的留白左右两侧呢形成上面的形成一个呼应那底部如果你全都给他堵没了这个画面的显得堵了下面呢你看这个水流跟上面的这种留白呢形成一个呼应哈上下之间形成的一个 这种节奏感啊好那旁边细缩的小岩石高高低低的你自己来啊来几层你可以画少一点啊都没问题中间的留白留出来都行了后面一个小的平坡啊好再来一块接到后边后边岩石边角去然后再是远山啊再是远山嘛都是这样一层层的这样推着来高低的错了宽窄的小节奏是吧时刻都要注意到啊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画这种水墨血液啊浅降啊等等 对吧好我大体定了一个位置就行了哈寥寥草草的但是你们要知道位置一定要定好这张画如果你在定位置上出问题大了的话一会容易出很多的问题啊好了那这块我们就说到这里上面这种小树就是我们最后画的你看哪些地方有啊这些包括上面点的胎点都是用众墨去给它丰富啊好了这点就说到这里同学们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画了啊曹哥都画的这么漂亮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会说话啊 把我都逗乐了 来来来来 来现在我给大家把这个我的这个案例的纸张呢也拿出来了哈看我的这张纸啊你们看通过镜头能不能看到上面bling bling bling的啊在闪闪发光的像小猩猩一样的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叫云母哈我们说这种宣纸呢就叫云母纸啊那我们的宣纸相对于你们的其他纸张在这块我们再给同学们稍带的多说一点啊这块宣纸呢边画边说吧好现在开始 拿出咱们的这个尖号吗不是不是尖号勾线笔啊勾线笔啊勾线笔呢有可能是狼好啊狼好和尖号的一个结合 来用咱们的这个首宣啊咱们现在整个画面的中心点呢同样跟之前一样定一个中心点吧大概定一个点啊参考物体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 然后再拿一个正式啊来去 这个纸吗它容易起来对不对 来我们现在调和一个墨色这个墨色呢我们说是一个之前我们用的一个重墨的这么一个层次哈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碟子边缘刮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啊在纸张上画出来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这个空笔的这个试笔的纸还是要自己准备一下哈尤其是像今天咱们这张画的他都比较都比较公系了所以你这些东西呢都要控制好 画画画啊跟咱们有几节课没有关系哈希望同学们呢还是要认真对待 工具这些我都放到一边另外准备的不管你是白韵笔还是什么笔留在那儿一会儿咱们染色的时候啊春插的时候再用到啊 好咱们从左下角开始画解啊 好 好 左下角这个左下角大概的一个位置你就知道哈对上你的这个这个角落在上那根角嘛就行了哈大概画多高呢啊咱们现在用的一个偏微微偏重一点的墨色对吧你稍微淡一点也没关系啊 从左下右上一指多啊我们开始转折升轩指这会儿我们就说一下哈这块可能先说线条吧 这个用笔你画画的这个线条是不是中锋啊在转折的时候稍微要带点侧峰嘛然后才转的过来你转不过来你稍微碾动一下鼻管就是转动一下你的鼻管对不对 这样转动一下啊根据你所需要的方向啊 把这样就过来了一直多啊一直多一点就给他画出来了这根线点画的比较细啊 咱们的这个手鲜呢他是因为不阴所以呢他吃墨的能力呢就没有那么强啊没有那么强所以呢画出来的墨色即便重他画的指线上他也比较淡啊他也比较淡 好感觉太淡了啊给他稍微的复钩一下复钩你看他画这种工细的线条看到没你必须得画的跟他的位置呢一模一样啊就画的原位上啊你就是复位一下啊你如果在旁边再画一根的话就他就不像我们的血液那个线比出多他可以覆盖掉让同学觉得没什么对吧 画了大约两指宽这样转着过来这转着都比较圆的哈好从他的大约高半半个手指头啊就是跟他多一个小结构的穿插 现在放大了应该能看到对吧好然后再从后方左上角然后再层层的这些胶底啊整个画多宽呢画大约两指这么一个宽度哈再从右侧 好大约画多宽下来哈大约四五个手指头啊接到整个画面的中心线靠右啊对过来 多一些小的结构啊多一些小结构前面呢可以让他重一点点哈前后焦点的地方嘛为了表现一前一后那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们画的这个线条变化没有之前画的那么的大啊就之前我们画水摩生水的那种变化大了他整个线条的一个粗性呢都比较均匀 再一个呢就是线条画的比较流畅啊这种线条水分呢也比相对来说也比较饱满啊直接往手线上画现在不就在直接往手线上画上画嘛啊小红毛也可以啊我用的是勾线笔啊这次勾线笔呢很多同学问我用了什么勾线笔让我推荐啊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你自己看啊这个你们需要你自己看到时候我发一张图给你们学官老师自己去问他好不好好放到这里那这是第一层岩石啊 画了大约四个多手指的一个宽度了然后再往右侧来画第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啊啊高一点啊水分再饱满一点点 在画这种其实你们画公式的线条的时候比例边的水分墨色啊就要相对的饱和啊不要给他差别太大啊枯着的比处呢他不是不像我们画山水画山水对吧你枯着一点那那的很正常我们追求的就是那种感觉那你比如说画人物了画花鸟了那线条啊 就要更加的饱满啊好比他高多少呢是不是高也是大约现在两指多然后方呢我们再纯纯的去交叠 宽节上呢不要太雷同哈我们大概还是要跟他区分开 这个我画的挺慢的哈 课后呢感兴趣同学可以多去联系一些这个线条 对吧一些古代的一些线里面要作品对大家的这个用笔啊 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啊线条的感觉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哎这个水怎么这么不吃墨呢 这个字啊太讨厌了 啊这块给他接下来 然后啊再跟他往转往下啊好 线条你看他这种粗膝的变化没有那么的大哈 好再往下面右下角来一根好 你看墨色的水分太少的话画出来的墨色就比较枯浊啊比较枯浊 那像我们山水嘛我们说情有可原啊 哈哈哈我们山水画的比较就是比较这个什么好省材料的 对吧平常你们看看你们花生水颜料都不用买多少好在这个位置呢 前后交接这块我们还可以跟他适当的加一些啊 适当的跟他加一点点这种春差的一些比小笔触啊 把勾了小结构这是他里边的吗 啊这种太浊的线条我们再跟他复勾一下 一定要把位置拿捏准了才去复勾拿捏不准你就先别复勾了啊 你呢就是给自己添败笔了啊 啊要没有拿捏好的话 好给他接回来啊一二两层主要的这个大体的一个造型 对吧好走下角再给他跟着整个结构啊整个延续的一个走势呢 加一些小细小的一些结构线在里边 好了啊那我们再往后边来去继续往后面画啊 往后面走的时候啊我们先把前面这一处比较低爱一点点 啊往下面画大约画两到三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啊接回来 已经超过了咱们的中心线中心线下来靠右两到两个多手指头啊这么一个宽度了 好在这个延时的底部呢我们呢再适当的给他再添加一些 笔出啊小结构啊细碎的小结构 对吧都是跟着我们之前画画的一个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用笔上是不是显得会更加的细致啊 高高低低的宽窄上的哈 或曲或直啊这种节奏 这是我们画最前方啊有些线条你看这种呢特别不明显特别不明显的这种 最前方嘛我们呢还是给他勾勒一下啊勾勒一下 但你在不断画的过程当中再去丰富也行 但是尽量大家一遍到位啊尽量的一遍到位 因为你复勾的这种就是不太熟练啊 你画起来就可能不像老师这么的可能画得心心手了 到时候你就会焦虑对不对 好再从最高的地方这第二块呢是最高 然后再往下面走啊它就逐步的降低一些 好的是等加一点 行笔的速度稍微的慢一点哈 我们这些勾线呢它中锋的线条肯定是要用的更加的多一点啊 给它多一些 然后在转折的时候我们呢转的时候呢 你可能有时候啊比我们刚刚说的转动笔管对吧 你可能也不太熟练 你刚开始接触这种勾线呢 你可能觉得费劲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什么 你就要注意就是我们说的啊 在转折的时候稍微的慢一点 你像这个生轩纸它也不吃磨对不对 那块也不会阴你就慢一点 然后慢慢的碾动一下鼻管啊就可以了 好现在的线条 它其实就表现出一种用笔的一种节奏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 书密的整个画面的一个布置 对不对 好反简的那种感觉 前面这两块呢都比较 都比较留白比较多啊 这小结构的地方呢就比较细碎一些 这块如果勾勒出来的同学可以给我敲个数字一 好吧我看一下大家的一个进度哈 在课后有课下已经有同学已经预习画过了哈 然后我们呢再从它的右侧开始画啊 挺好玩是吧 好那就好 现在最前方这一处延时大概画了多高呢 最高的地方也就位于我们整个下面啊 整个底部整个底部下半部分一半的位置啊就可以了 好的啊 我就看到一排排的数字刷过去心里就就舒坦啊 都跟上了对吧 好的 再从右侧来啊 再从右侧来 位于整个这个高度的在大概一半的位置啊 然后再来转折几下啊 再转折几下 往右侧画一个平整的这块呢 你这么繁密 前面到最前面嘛 我们肯定要来点细节嘛 那逐渐往后面走的时候 我们呢就给它平整一些 对不对 这种大虚大实啊 这种剪这个我们说翔略的这种关系呢 这种节奏啊 我们可以再给它拉开一些 好 再往右侧走的时候 同学们啊 也是一样啊 这个今天这个墨怎么就这么不吃呢 再调的饱慢一点 这是我们这个仅剩的一张宣纸了 来谨慎的一张这个实物选择啊 好我们给它大概的勾勒出来了 对不对 好那现在多一些 不要这根线直浪浪的过去 它多少有些角度的变化哈 对 对 你复勾之后你要你要熟练啊 那因为你勾多了之后嘛 所以你的掌握起来都比较容易 你要没勾了好 连着都是败笔啊 都败笔 好 这是前面的第一层岩石啊 第一层岩石 第一组嘛 第一组岩石 好那这一组画完之后 然后逐渐我们再往后面走啊 逐渐往后面走 画细缩的岩石了 推一推 推一下啊 这边 这个桌子也忒小了 来我们呢 从这个 从中心线往下数两到三个手指头 横着的中心线这样对过来 对吧 左侧的边缘 两到三个手指头 然后呢 我们来画旁边的这处岩石的一个造型 画大约也其实就有两指宽啊 然后呢 高低这种错落 可能是画山水画多了吧 这个线条画的这么着啊 我们说要流畅一点点吗 流畅一点 好 一层一层的这样交点下来 本来是一个很很完整的一个结构形态 下来对吧 那我们要主观的跟他处理一下啊 主观的处理一下 好 前面 就一个阶梯状的这么下来不太好 前面呢 我们再给他来一个大的结构 对不对 好啊 结果呢 岩石的层层的交点 好 佳佳阳说 我们是一群最棒的 勤奋的好学生啊 这也就是 确实是这样啊 我们班同学都非常的棒啊 而且呢 很刻苦我也看不同学们的画面的表现的啊 不然你们有没有看其他班的同学的作品呢 啊 大家都要相互的一个学习和进步 好 画了两指了 再往后面来 在低一点点 位于整个左侧的岩石 中间偏高一点点 中间偏高一点点 然后再来加一层 整天这个纸 太不迟了啊 这种纸就是什么 这就是胶刷太多 你知道不 胶刷的太多 它就更加不吃水 更加不吃水 还有一种我跟大家说这个宣纸 对吧 画到这边说边跟大家说这个纸张 这种纸啊 你看这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生熟轩 对吧 它容易哗啦啦的响 为什么呢 它就比较脆啊 下面加了胶和繁啊 胶呢我们说的是牛皮对不对 还有动物的皮熬着而成啊 甚至于恶骄都有可能 那现在现在这种纸不可能给你有恶骄啊 疯了那不对 那成本太高了啊 啊就是这个纸上面他有呃 这个胶帆呢 他就会让帆他把这个纸张呢 就会变得更脆啊 现在比比较脆 一张公笔画画完之后 我们会用这个胶帆的统一的再刷一遍 固定住这些画面 那种帆呢 他有有防腐的这么一种作用 但是他画刷多了这种帆呢 他也腐蚀这个纸张哈 为什么腐蚀纸张呢 他本来我们说这个纸张变脆了之后 我们说一脆就只能折 对不对啊 要有韧性的纸张 像我们这个深圈纸啊 啊半身手的纸上啊 他们就容易放啊 再层层的这样去交叠过去啊 再整个底部也是 沿适层交叠的地方 多加一些细碎的小结构 当然要有粗细的变化 只要涉及到画线条 除了你们说的铁线苗以外啊 基本上都会涉及到我们说 线条的一个粗细的变化啊 好高高低低的这种错落 然后再往后面来 后面这层呢 就可以略微的让它高宽一点点 借过来 好这个延时转折的地方 你看都是比较圆转的啊 比较圆的啊 比较圆的啊 比较圆润的那种感觉 好 借回来 好这块我们先画到这里啊 画到这里 转折的地方和入比的地方啊 我们呢都可以让它这个线条呢略微粗粗一点点啊 像馒头对吧啊 像包子都没问题 好 探一下右侧 现在大概画了一掌 那么一个宽度了 对吧 好再低一点点画一块窄一点点的啊 这个就稍微的平整一些啊 下来上一下呢 跟它再连贯一点 这个造型是比较简单的哈 这个想要画的复杂啊 那我们肯定也能把它画的更复杂 好 那下面我们呢再略微的加一点小结构啊 小结构 都要顺着咱们那个结构的方向来哈 底部你看啊 都是相互的硬程开 反减反减 有些东西呢 可能是一句话可以给你概括出来 但是你要做出来哈 那不那么容易哈 所以呢 我们要有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 练习的一个过程 好了 那这块先画到这里 现在是画了一层一组两组啊 两大组岩石了 对不对 好两大组岩石画出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又该往右侧来了 右侧我们呢再给它画一个 这个就像真的像个包子的一个山了哈 把上下两组的给它连接起来 是吧 连接起来好 从这组岩石啊 我们最第二组岩石最右侧这一块的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好走下右上 你看我信条的变化是不是比较多啊 其实也不多哈 就是相对你要做出这些小的感觉来啊 好再从后方一层一层的这样去交叠过去 两到三尺这么一个宽度吧 略宽一点没有关系 但你别差别太多了 差别多了之后 你这画面的这个感觉它就变了啊 构图它就变了 好微微的高低都能错落啊 有高有低有长有短哈 线条 基本的一个方向还是要给它把握住 好包括左侧 左侧我们画到这里 长长短短的 好就是咱们的旁边的这一处 然后再右侧再来一层 再来一层 我们现在都画的比较淡哈 你其实你在染完颜色之后 如果发现了你颜色会把这个覆盖掉很多 因为我们用的比较重吗 用的比较厚吗 所以他会把这个 线条呢都会覆盖掉比较 明显啊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就可以再到时候再给它强调复构一下 好这旁边这块比较平整的这块颜色底部呢 也肩带的稍微的来上几笔 不要特别明显的一些颜色的结构哈 稍带来来个两三层 对吧 好了就行了啊 后面呢下这个给大家看一些咱们清代啊 的一些画家 他们画的这个三十的造型 他就已经不是 不是特别像现实当中的一个生活的一些 看到的一些景象了啊 但是他还会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 我们说的一种形式美感 好了下面这一层画出来了吗 两层了哈 两层的颜色的造型了哈 勾出画出来的同学来敲个数字 小表情啊 画出来了吗 都没有啊 我们等一等大家等一等啊 天边那朵云 哎这个名字去的好 好的啊 好的看到同学们的回复了哈 我觉得我这个速度可能有没有肯定能跟他上的啊 好 这块我们呢先画到这里 那现在我们呢再来 来再再再什么来呢 再超过左上角 你看这么多颜色的一层一层的画呗 对不对啊 现在我们的线条其实墨色的层次呢 他拉的不开啊 因为这张画他强烈是我们说这个对墨色上面呢 他的表达呀 没有那么重啊 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位于咱们的中心线附近啊 中心线稍微靠低一点点嘛 靠低 横着的中心线靠低往下一直左右啊 我们再给他勾了一层 水分还要再大一点 这个去太不吃磨了 是我们花山水花多了的原因吗 啊 花这个水墨的花多了的原因吗 对不对 这些山头稍微的用线呢 粗一点点啊 稍微的粗一点点 好 再从右侧我们呢 再给他勾了一下来 你像我这个勾线 其实也没有那么做的特别的复杂哈 也就无非有一点点的出现的变化 其他的都没什么啊 都没什么了真的 好 底部 顶部和底部呢 都给他适当来一些结构啊 适当来点结构 这个结构你要看到 他主要是倾向右侧还是倾向左侧 那左右两边都有小结构的话 那到底是左侧多一点呢 还是右侧多一点 是左侧为主呢 还是右侧为主 是吧 他不会画的特别的平均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你用内黄外白 你用红色的卡这都没问题啊 这个颜色不影响啊 都可以试试啊 好这层是不是大概画出来了 画出来了以后 我们从他下方啊 跟他接再接一层 从上往下呢 跟他画一层下来 好 这造型呢是比较 比较容易的啊 同学们都能画得出来哟 好 再从右侧 宽宽窄窄窄 好 多来几层 多来几层 好 为中心线的这个左侧 我们呢略微的加一层小的卵石 一会儿呢我们要接这个小桥 对吧 你现在可能没画那么多 也没关系啊 卡这可能是半身熟的也没问题 勾线这方面不影响啊 在你半身熟 那我之前也是用半身熟的大概勾了一下 刚刚给大家说到 你可以再看一下啊 那我刚刚在勾的 他稍微会阴一点吗 这不影响啊 不影响 就是你会想这个做分染的时候啊 他做的没有那么的均匀啊 做的没那么均匀 也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班的时候勾的啊 好 这是最前方的一层啊 画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 逐步我们呢 再把往后面走了哟 往后走了啊 加点水 我们画左上角 这个小的矮坡啊 给它勾了出来 高了一点啊 高了一点 为什么呢啊 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参考这个位置 你怎么还往高了呢 啊 下次稍微的注意一下哈 位于咱们现在大概画多高呢 位于咱们的中心线啊 中心线附近啊 高一点点吧 比中心线高过一直左右 那我们是前面的一个小坡 驴左边的边角呢 大概三到四个手指 这是它最高的点啊 确定出来 然后我们开始带大家来勾勒它的形态啊 走下 右上 水分饱满一点 走下 右上 转折 是的 下来啊 顶部偏实 底部偏虚 这会儿我们画的是远处的山包了哈 不像下面接 结型的都那么的实 勾个线然后上衍什么 就是勾个线的话就没有太大必要上这个浇粉啊 因为起不了太大作用 因为这个线条他已经吃到这个墨里边去了 你不用清水去洗啊 他都都没问题啊 从上往下前面呢 适当的交叠一下 跟他组合一些小的结构下来哈 你画多多画两遍之后你再去上交反吗 好 你看是不是大概画了几层了 顶部实 底部偏虚啊 那下面的这种虚呢 它是一种我们说相对的一种虚语式啊 线条整个他要有力度 你看我在勾勒的时候 他线条不会选择特别软 他是很柔啊 他是要有一种劲道感啊 就像一种面条一样 有些面条他没有劲道啊 吃面条多的同学应该是很有经验的 对吧 尤其是咱们的男同学 所有的男生都对面条有不解之缘 是不是 是为什么呢 你们去想一想啊 好 我们就说到这儿 然后再从右侧再来一层小结构 好 这是前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山包啊 小的山包 走上有小师老师的口头馋 对吧 哈哈哈 好 这一块小的岩石勾勒出来了 底部呢你看流出来一些啊 流出来一些 流出一点的白了 一会我们可以再去丰富吗 好 再往左上角走啊 层层的圆了哈 这一块后面在画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顶部偏实 底部偏虚啊 这是我们在勾线的时候 一种节奏的注意啊 好 从下往上大约两到三指啊 两到三指 他们至少有个高低的错了吗 不要画的一样气瓶 好 这样下来 顶部实一点点 然后往下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给它接上一层结构 然后再往上面来一层一层的走 不要那么折白 好 从下面我一层一层的往下面加一些细小的结构线 对不对 好 它是这层山是被前面这层山挡住的 这个结构线可能我们没有画特别明显 对吧 你可以再接一下吗 可以 所有的选择都可以 不给你颜色不影响 颜色不影响咱们的画面 好 再往后面来一层 这层就画的简略一些 这就已经在中心线以上了 大概是画一到两指这么一个高度 好下面我们把这层颜色大概是不是画出来了 好 这块画出来之后 我们稍微给它珊瑚珊瑚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 这个首群指它最怕的两样东西 一个是你身上的汗 再一个就是你的油 吃饭的时候油弄到上面去之后 这样子就飞了 至少局部是飞了 我们现在开始画旁边了 画旁边先把右侧这树小的软石给它画出来 然后再游镜推圆 今天去画 当然算了 刚吃完面条 好 由此我们要注意到流出的水流大约两到三指这么一个宽度对吧 大体的形式是左上右下这么一个感觉 好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流出它的一个间距来 好 下面窄一点点这一块 造型跟我们之前画的这件事是不是一样 顶部拼 窄一点点 下面偏宽一些 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 来适当的加点点水 好 这个大体的有颜色的结构 我们是不是就给它画出来了 这是一块 旁边 我们再给它买一块 两块颜色之间它有一个缝隙 但是还有一个高低的一个错落 你看它们两者之间的这个间隙是不是也保持住了 大概为中心线靠右大约是四个手指左右我们开始画的 顶部中心线往下大约两只左右 好 再往右侧再往右侧再画的时候也是细致的加一些小的结构线好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这种小小的颜色的组合我们在这也是要注意哦 好了 我们这块颜色是不是跟它勾勒出来了 我们所有的课的回方你都是不限时间的 你随时去看都可以 好 这两大处延时在它后方比较低矮大约中心线的位置 这块延时大概中间的位置 我们再跟它勾勒一块颜色 好 出来 再回来 至少你要看到它的一个结构的焦点 纸张的边缘到现在还有大约三到四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 是不是这样 大概留到这儿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再跟它尖搭一块小的颜色出来 画的时候你要让比例的水分的饱满一点 就行笔的速度再慢一些 好 再从后方 来上面一层 大概留到这样的边缘 还会留出一定的空隙 来画到这边角边角 我们在左侧 你看左右两侧延时之间有一定的间隙 大概留留个两到三只就行了 然后旁边我们再来给它兼搭着平整一点 再来一层小的延时 平整一点的小延时 然后再从后方 高低的这种层次的一个错 再来一层 后面再来一层 前面是第一层在最前方 比它高一直左右 不用画的特别的多 小土坡 小岩石 这些造型相对复杂 你在勾了的时候稍微的慢一点 有一点点耐心 有一点耐心就好 好 再从右侧 平平整整的 好 这块岩石是不是大概给它勾了出来了呢 右侧的边角 好 再低一点点 画一个小细碎的石头 小石头 我们就给它勾了出来了 底部点上勾了几笔 细碎的小结构 小结构 然后我们再往右上角 跟这边前面跟线一样的 再给它接一个结构线 接到右侧去 这个不线不能画太高 不能画太高 好 线条稍微的流畅一点 线条水分太酷了 好 一层 两根线 就把这个小圈勾到出来了 底部 那我们现在给它把这个柱子画下来 这个柱子上面整个画呢 垂直于咱们整个画面 啊 跟之前说的画的这个线条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画三组啊 画三组 左边一组 中间一组 OK 这是一组啊 稍微的长短要移植啊 要移植一点点 好 从右侧再来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桥啊 线条给它勾了出来 上面再画的话 就是跟它加一些细节就行 来 再往下面来 再往下面来啊 来 来 我们把后面旁边这个小平坡给它勾勾出来 好 这个小平坡跟之前我们画的这种浅滩 是不是一样的样子呀 就线条要画的平均一些啊 像画的平稳一点点嘛 好 接到咱们的一个小桥的附近 对不对 接回来 一个小结构啊 穿插过来 穿插过来 然后往旁边再来一层 好 这个结构的变化它相对比较丰富哈 高低端错了这个结构的转折 要注意观察一下哈 有些形态你有所难捏的不准是因为你观察的还不够哈 观察的不够 这点是要注意 好啦 这是我们的小平坡 你们都勾勒出来了吗 勾勒出来的同学来敲个数字 看一下你们的动静啊 这个线条我们说了哈 你现在刚接触啊 你肯定很多同学觉得啊 我画的这个什么线条 我拙拙的啊 歪歪扭扭的 那画的怎么不不太不太不太满意呢 刚接触的你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 我们说中国话是线条的艺术 艺术不仅仅是你在山水花鸟 然后还有包括你后面的人物课 人物课会教你们更多的这种描法啊 会给你们讲这个比如说八十七神仙卷啊 用朝元线状图等等啊 这里面的一些用线 等你们后面学完那些线条回过头了 再画我们山水的时候再用笔的时候呢 你也会有更大的一个提高的 肯定会有这样啊 我以前就是主要画这件 我们说画这种工笔线条嘛 画这种工系的一些人物 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画上面最高的这个山峰 就是最前面这个山峰了哈 位于整个画面 我们说整个上半部分 大约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大约中间的那个位置就行了啊 这个造型是顶部偏间 下面偏宽偏宽一点点 位于最高点位中心线靠左 大约两只左右啊 两只左右 给它确定出来就行了 不要把这个山峰画的整个画面的正中间啊 看一下有点呆板啊 我们从上往下一层层的去画啊 我们稍微从左下方 从左下来一个吧 左下右上 山峰转回来 好 这大概的一个转 转的这么一个姿态 画高了 那后面你就少画一点啊 是少画一点 这一层接回来 大概的一个山峰的一个姿态 那里边的结构的焦点是不是跟之前同样一样的道理 你不能给它画的这个角度差别特别大啊 也要注意拿捏好这个度啊 从最上方往下属一到两只 我们再给它从最后再叠一层结构线啊 宽的大约不到一只 是吧 顶部偏实 底部偏虚啊 好 从上往下大约多少啊 一到两只 我们呢再来勾勒一块岩石啊 勾勒一块小的岩石 这就是它的细碎的小结构了哈 稍微有些在跟着我们的这个结构 嗯 它这个横着摆的对吧 跟我们上面的结构呢 可能方向好像大体不太一样 对吧 下面的这些啊 它是还是很一致的啊 所谓的这些小结构 它要跟着我们整体的一个山市的一个轮廓啊 来进行 对吧 给它接下来 一层一层 这个时候 当我们在多 我们说多比处的在表现的时候啊 你就是注意到它的这种节奏嘛 宽窄数米对不对 好 这是画了上面一层的小细密的结构了 然后下面再来一层啊 它有一定的间隔 有一定的高度 好 前面再来一层 下面加到这个结构啊 它比较平整 上面呢 它略略细缩一点 这是把山包啊 就是山头加了一些帆头啊 我们经常说的像馒头一样的这种山山市 这个就主要是在巨然的画作里面 对吧 给大家之前说的过 中国最早的这个画身 对不对 嗯 我们画到这里 右侧的边角也是让它跟它建大一些结构下来 好 左侧我们呢 再给它加一层 底部呢 不要完完全全的接到下面底部了哈 不要画的画的这个接到前面的这个延时上方 那就太这个画就不就不够远了 这个山市就不够远了 好 那接一层下面再加一些稀碎的小结构 这所有的线条你不要跟它画起来看起来平行啊 它都是有些角度上或者在波折上呢 给它多一些小的变化 好 这是我们这块的山峰 那画面最前方 一层两层三层啊 大概的一些稀碎的小结构 勾下来接到咱们的小桥底部啊 带出一点点来 当然下面偏虚偏虚啊 就注意了哈 所有的衔接呢 都要微微的留出一点的空白来 呃 优微含蓄的这小空间 对吧 我们要给它做到位 就是可能很多同学画的现在脖子酸了 对吧 现在可以起来走动走动啊 走走走走 我们这个很慢的啊 你即便耽误一会儿 我们也跟得上啊 跟得上的 好 这是前面主要的一个山峰 大概给它画到这里了 同学们 你要觉得你这个感觉好像比较低爱的话 你是在上面再加一层吗 再加一层看起来 它整个形态合适就行啊 合适就行 对不对 在造型上我们说了三大科我们三大题材科里边 山水的造型是最为呃最为这个什么啊 比较方便啊 就这么说 就是比没那么严谨嘛 啊 好 这块先放到这里 那么现在继续来往后面画啊 往后面画的过程当中啊 这块细小的呃 这个岩石的一个摊图啊 也后面还有一块比较平整的一个山包对吧 在这个房闪 这个山石的后方 这块还在跟它加一个结构下来吧 再加个看起这个山石要更加的敦厚一些 随心所欲的 这句话也不全是吧 这个怎么说呢 它的造型呢 我们说相对只能说自由啊 相对说比较自由 好 从后方我们呢 再来 你只要把节奏经营好了啊 你造型上 你画的 你画的是不像啊 都没问题 好 再往右侧来 好 平整的一些小坡啊 小坡 底部也是相对虚一点点啊 你看所有的这些线条是不是都有粗细的一个变化 好 退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吧 这块我们给它画到这里了啊 然后旁边我们要流出一个水的水流的一个位置 以及层层叠暖的往后面走 好 最高的山峰 至少要比这个山石要低啊 比这个山石要低 好 珠西亚 右上 再往后面画的时候啊 咱们的墨色就会显得更加的淡了啊 也是顶部偏实 底部偏虚一点点啊 宽窄的变化 要自然 要自然 像我们会画的话 我们山水啊 它更多的是我们说是造化 也就是模仿自然 啊 对自然的一种情怀的一种喜爱 呃 那像你们人物呢 其实人物画的话 它起源就比较早啊 起源比较早 其实所有 其实啊 国内外哈 基本上所有的艺术的起源最早 它基本都会有人的存在 为什么呢 所以中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人本主义的嘛 对吧 人创造的 那所以它在表达的时候 它都会有 我们说人的情感啊 人的形象在那边 白色的水流 你不用表现白色的水流 你就 你那个底子是什么颜色 就什么颜色就行 那我们在 在这个经常在画论里边 经常会说一些 比如说绘画的一个功能 对吧 那绘画的功能 比如说 经常比在这个 给大家提到的历代棉花季里边 就这样讲 我们说绘画的一个功能呢 它是这么表述的 孵化者呀 成教化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的教育功能啊 清教育功能 助人伦穷神变 则尤为与六级同工 四十遍运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的一种教育作用啊 它使得教化了人们啊 帮助大家的这种人伦有序啊 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 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讲到一些 比如说像顾凯之的 列女仁志图啊 就是讲的一些音烈的音烈的女士啊 其实一种宣传啊 就是讲的古代一些非常勇敢的 有智慧的一些女性的一些形象 所以这种话就把它流传下来 代代的歌颂啊 通过绘画的一种形式流传下来 所以它起到这么一个记录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当然也起到一个教化人们的一个作用嘛 那从什么变呢 这个就说的比较大了啊 那就是因为它可以画的更加的这个 我们说可以把这些变化多端的事物呢 得给它表现出来 所以说我们说测UV 它可以在纸上画非常多的一些细节 好 那么在整个纸张的顶部啊 上面流出一整个上面的一半了 对吧 这空白的一半的位置 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远山的山包的最高点了啊 左侧的空间大约离这个纸张边缘流出两只多啊 对 荒布兰呢 像我们的这个什么 对荒布兰也算啊 对它这种体肤充军的这种大的异局 对不对 其实这一点 不过现在我们经常说一种民族的精神啊 其实在古代我们历来啊 就是这样去推崇这种 它去推崇这种啊 阴烈的一种形象 当然它不是歌颂这种牺牲啊 当然是它这种优 我们说优秀的形象呢 它不仅 它是多方面的啊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善良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仁慈 这是历代名画记里边呢 他在对这个绘画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描述 那再比如说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 你们经常听到老师们给大家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古画品录 也就是六法论的作者 谢赫啊 他提出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呀 就是民劝解 驻生成啊 轻载寄流 批图可见啊 民劝解 其实跟刚刚说的那个意思呢 差不了多少啊 就对同 对这些社会人啊 对这些市民呢 我们百姓的这种生活 生活行为方式呢 进行一些劝导啊 也就是一种交化的一种作用啊 当然到现在来说的话 有时候我们在思维多元的角度下 我们又会说 人呢 在自由与规训之间呢 你要取得一个平衡 如果是一个人呢 他老是跟你说自由自由 他不一定知道什么是自由啊 当然一个人呢 天天啥都不说啊 他有可能就是真的被写给社会了 完完全全归训了 他就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 对吧 那还有一本书啊 就是叫人类简史 对吧 同学们你们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感兴趣的同学自己去看哈 这些都不是推荐了 好 从下方我们呢 那再给他加上一些小的一些结构线 层层的这种小结构 这一这后面这个原型呢 它就比较多了 但是也要注意到整体是下面片虚对不对 包括杨门女将 包括你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这个二十四孝对吧 当然这种我们说男女都有啊 对这个对这些 包括他们经常给大家说的这些人里边的董勇 对不对 就是因为太孝了啊 太孝顺了啊 所以呢被列在了中国的二十四孝里边 嗯 以后你们画人物的时候 你们老师可能会给你们讲着啊 讲到中国的古代的一些东西呢 还是挺多的啊 包括现代我们经常给大家讲 现在我们说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那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的精神 跟它融合的时候 还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疫情 对不对 那这个时代呢 我们说科学技术呢这么发达 但是起到主要作用呢 还是既然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医疗技术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不能看低了咱们传统的智慧啊 好 为左这个山峰 我们呢 画一个小的山包就行了啊 细节的不用画那么多了啊 大概的一个小结构给它勾勒出来 好 从后方啊 从后方我们来啊 从前方吧 微微的在顶部加个几层小结构 对于他们前后的一种交叠的一个关系啊 前后的一个空间 好了 那这块我们先画到这里哈 这个我们的继续往后面最后就几块岩石了哈 几块岩石画起来就很快了 那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 位于这两个山峰之间啊 顶部呢 让它适当的流出一定的间距嘛 你不能顶得顶天立地了 对吧 好 我们把水分的适当的饱满 那是当绑班 好 再往下面 比接口岩石高高高高一些对不对 好 再往顶部再跟他来一次 千年的智慧 还是有他的这个我们说的生命力的哈 久经千年而不中断 并且呢 即便到现在他都还能发挥他的一个作用 真的是相当了不起了哈 好 我们把这块岩石画出来 但是也是要虚接哈 不要给他画太实 前面我们再来接一上一层 好 从右边宽宽窄窄窄的小机构啊 拾入虚出 把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远生的一个造型呢 给他丰富完整出来 这个佳佳阳看来还是挺有认识的哈 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了 当然所有的表述我们呢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 因为你想这么多的我们说美学家啊 批评家他们在表述现代当代社会的文化的一种艺术的发展的时候 长篇大论甚至于著作几十万百万的字啊 都描都很难一句话概括出来啊 不仅仅是形式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过很多次观念呢 还有实验性的呀一些探索啊都非常的多啊都非常多好 再我们再往右侧啊再往边角再来一点点 来个一层两层 OKOKOK了好了 那这块我们算是这边留的面积 我们刚画的稍微的也有点留的比较小 对吧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适当的自己注意一下他的一个心态就行 留出一点的这个你可以省略掉都没问题 右侧我们再要往右侧的边缘 还要给他画几层山峰哈 好再来 比之前的略高一些高一些 好我们这是远山山峰哈 右侧的边角呢 你勾完了的话那我勾太慢了 那我再是快一点点我就怕同学对这个线条不熟悉嘛啊 因为我之前上一期呢去看过我们班里同学提交的这个线条勾勒的情况啊 所以这次呢我就会勾的特别的满 好这块我们跌一点点比这边跌一点就画一个简略的一个山峰的一个造型就行了啊就行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张画需要用线条勾勒的这个延时的造型一会勾勒这个水纹就行了 现在就让大家缓一缓吧就一直勾线我勾了一个多小时了手都酸了对吧 那我现在呢把这个镜头稍微推远对吧 同学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 还是比较关心思想观念的对吧那挺好啊 这就是现代人啊 整体来看你看前面是不是还是要重一点点远处啊稍微的默设还是要虚一些 即便在这种简单的这种画面当中我们还是能做出一定的默设的层次对不对 这个就看大家的一个把控了啊 好那这点说到这里现在同学们拿出自己的另外一支煎猴小号或者大号准备两支笔我们开始来染呢哈 染的时候我们拿一个淡一点的墨色啊先擦吧先擦完了再染 好你看我现在调和的这个墨色的层次你们看清楚了哈他没有特别浓重 他是很淡很淡很淡的啊 觉得快慢挺好的对吧那就好那就好 你看调和的这个墨色的层次是相对比较淡的对吧那现在我开始带大家来染一染哈 这个本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擦适当的像我们之前画的那种春擦的那种感觉跟着我们的颜色的结构线这样去春擦对不对 然后呢再去给他进行一个呃染我们 染的方法同学们应该都清楚两支笔对不对啊我还是一一个手拿一支哈我有时候呢我一只手可以拿两支笔但是有时候没拿好的就吵掉下去了 我手比较残对不对那就那就画面就回了是吧那就不太好 哎这个结构线我们呢画一笔墨笔啊画的这个是墨啊它水分呢可以相对的饱满啊相对的饱满 然后另外一支笔呢接的是清水对吧你们之前画过这个工笔的对不对啊画过工笔的对吧然后呢给他运染开啊用清水来把这个水分呢跟他过度自然 这就是我们之前画工笔的时候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这种表达对吧 但我们多一点这个春擦的一个笔触啊我先跟你说了主要是这么去染对吧 我先给你把这块染一下啊主要在这个结构线的后方啊结构结构线后方它区分前后的一个地方啊 区分它的一个前后 比较轻松是吧好 嗯好从这一块我们再来 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可能在笔触你下笔的时候轻一点哈轻一点它就不容易形成一个笔触的一个痕迹了水分呢稍微的 再饱满一点点就是水稍微的稍微的比之前我们说换墨色的时候这个饱满呢再大一些啊因为染嘛它主要是水要大啊水要大 好这块说到这里然后底部我们再继续这样去给它春擦啊春染啊有的地方呢墨色它可能不用过度的那么的自然但是整体上它还是比较均匀的啊整体比较均匀 我们一会再给它春擦啊你先可以用它打个底可以先擦了再春 先给它春擦了再再染也可以染了再给它春啊你染了之后你在春擦的时候它这个笔触这个我们说过度的可能会更加的均匀哈因为下面已经打了个底了吗 那比如像我们画工笔的话像我在画的时候现在我一般都会先用这个胆胆的墨给它刷个几遍哈干了之后再刷啊干了之后刷几遍然后做旧的话同时跟它刷茶叶水啊 刷石呀等等对不对好我们俩再见从上往下啊从下往上都没问题 这个就是为了让岩石呢更加的厚重啊看起来更加厚重区分它的一个前后对吧 你还是两只一个手拿一只笔哈有的老师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手指两只笔甚至于多只笔的这种情况哈 你那个拿不好一会就画就毁了哈那就不太方便你不像我们在客厦画客厦画的就是即便我那局部出了问题我可以处理这个速度好啊 树和咱们的染色主要都是下几个画今天主要教大家把这个墨底做的充分一点有一些画的同学们啊画的比较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墨底做的不够充分而且墨底做的不充分你最后着色的效果他也着不到他也就是我们说厚重不起来啊 好在前后区分焦底的地方啊都是这样去画啊这一块哈你包括小结构这些地方你都可以这样微妙的就跟他处理这个水笔的水一定要保持干净啊一定要保持干净而且呢适当的有一定的水分嗯适当有点水 如果你的这个墨底啊它水分比较大你这个这个这个笔呢水笔呢就可以适当小一点点啊要相互吸引嘛啊如果水笔呢如果你水笔的水比较大的话那个笔呢就稍微干一点点如果都一样水比较大的话它不容易均匀啊 现在用的是墨色哈弹幕给你看到啊这个墨色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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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大体是不是大概给他带大家冲这个染了一下哈染了一下啊你知道怎么去染就行了那现在我要开始我要做一点概括性的处理了那就是什么呢给他冲擦啊冲擦就按着结构线啊 我们给适当的来一点点那个呃墨色这个像写一的这种墨法的一种表达水分控制好啊水分控制好当然也是要淡的哈按着咱们的一个结构线啊你看适当的注意些枯白的一些枯笔的这种痕迹给它适当的春擦啊适当的春擦来给你们推进一下啊你用的如果你用的是这个声鲜或者半身熟它就肯定就阴掉了那你就直接像我现在这样去处理啊 看好了啊声鲜或半身熟的同学直接是给他在结构线附近直接给擦啊就不染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根本染不了啊因为一下去笔就阴掉了吗 因为你用的声鲜或半身熟这就是材料上的不同啊我们画了这么久的画了对声鲜熟鲜这种东西哈还不了解的同学哈赶紧问啊赶紧问你别说你学了这么久了回去边朋友你朋友问你一下啊这个声鲜值和熟鲜有什么区别你都不知道你是吧那就多尴尬了啊 你看春擦的墨色蛋它也能衔接过度的比较自然啊它就是枯白非比比比较多也是用的蛋抹啊也是用的蛋抹只不过我在这儿用的啊我拿了这个碟子这个这个边缘你自己慢慢调啊慢慢调一下啊 主要春擦颜色是不是颜色的底部啊跟之前我们画那些画画前面的水墨 啊或者说浅降基本上那个作用啊行笔的方法差不了太多但是留白一定要要自然哈上面的这种过度你看白白与咱们的这个笔触春擦的笔触呢它的过度都很自然的没有那种明确的笔触对不对啊就像这种硬硬的一笔啊 好我们来啊给它适当的春擦下没有干的地方你就先等一等哈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今天这张画即便里面画好工具上什么有什么问题课后啊你还可以还有两三天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再给它重新的琢磨一张出来好不好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说摸一摸自己的性子嘛啊不要天天想着就是几笔给它全部都画完了 有同学呢有同学呢我们说男同学可能很多男同学都是这样特别喜欢画的那种水墨淋淋特别酣畅对吧特别的倡议啊以前我也这样啊我们越是那样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越让我们勾陷啊 好其实你的放啊是建立在你的这个你的收啊你的收的能力之上你的收的能力其实建立在你的放之上啊两者呢哈同步进行同步进行 你能有多拘谨啊你也能把它放到有多开当然这个一定要有人引导你一下对不对你如果只是画一个工笔一直就画工笔然后从来不接触水墨写也能放开的这种画面那你也很难把它放开啊 轮廓线你可以盖上一点点啊我们一般是在轮廓线旁边啊旁边今天是会染一点简单的染一点点颜色不会染特别多啊不用那么着急我们反反不过这个墨色都会染好多边你放心好了这张画啊这两节课我肯定会带你们画完啊包括之前 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二十三节课同学们觉得这个有问题的地方我也会给大家说清楚到明白啊我们才会结束这期课程 即便节课之后你有什么疑问啊你都可以向学管老师咨询对不对啊都没问题 我们的服务是不是很周到好现在你就根据自己的画面来啊现在可以低着头自己画画偶尔呢抬头看一看就行了啊就是一抬头一低头脖子也挺累的啊 好勾存擦勾存擦勾存擦染一染 现在进行到第二步啊 我在染的时候我存擦的时候我就速度的稍微的快一点的哈 好这些东西因为它就太基础了都是重复性的那个过程 我没必要把它这个时间我们把它这个放到后面染色的时候啊多用一点性 好延时的一个地步 我捷克之后还在上水区呢一直都在 好延时的地步 你看我们最开始都用墨色比较淡哈你可以层层的去加红 你现在用不到像这种升圈上你去用重膜它会显得很脏啊 显得很不好看你要用淡一点啊这样的话它才会显得轻雅啊 好我们把前面这层给它染完了 你们艳北老师是不是把你们都带的这个宠都没不行不行的哈 艳北老师天天在那点折页 天天在那点折页啊 好在旁边啊再给它点 颜色底部适当的给它穿插一下 从底下往上去调这个笔页啊 那很难得啊 这一次艳北老师为了为了我们这一期同学开班是吧 同时开两期课程啊 开两期课程啊 在扫 deer拍这个帐图 开三期课程啊 右侧 前后焦点的地方 你自己适当的给它过渡 这要干了之后 你可以反复的给它来 我现在就画了一遍 然后这边算是微微做了一种调整 总结一下全部存法好吗 我们可以大体的给同学们概括一下 行吧 可以把所有的存法给大家都概括一下 没问题 也算是一个总结 既然提出来我觉得也挺好 好前后焦点这一块 我们现在也要给它存插上 前面最大的这块岩石 好岩石的底部 适当的给它存插一下 好最前方你看是不是相对厚重一点点了 一会我们还可以再往后面来 刚刚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不用刷屏 我到时候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好来再往右侧 再往右侧 一层一层的去存插厚重一点 在我们说到子之前画的山水都是这样的 特别工细的去处理这些画面 那个时候还没有存法 对不对 还不会用这些存法去 那么粗放去画 我们说山水之变始于无 它的笔记都非常的豪卖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一种写意的一种感觉一样 顶部该留出白的要留出白 整个底部要相对的厚重一些 前后的层次一定要给它去分开 去分一下 去分一下 其实画到现在你看了没 不管是你画哪种画 是不是 它底下都是显移墨色 显移墨色来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底子 作为基础的 这个你自己在课后 即便我们这节课一会画了 有些同学可能没画完 肯定今天本来也不会画完 其实末底这一块 这里再去添加添加 好不好 那这一块就先说到这里 好 前后 现在可能有同学画的特别的平均 是不是 没关系 我们现在才第一遍 它平均一点没关系 右侧 因为我们还会调整的 你只要把这个墨色做的相对 相对厚重 然后过度比较自然就行了 跟宋朝相比 现在的文化氛围 这个好难比 宋朝是咱们封建社会里边 文化环境可能是最宽松的 当然经济也是最为繁盛 但正确是最为疲弱一个朝代 那现在比要从不同角度去说 我一下子也想不到那么的全面 就不敢说了 好这一侧 前后层次给它塑造出来 再塑造的厚重一点点 相对厚重 都是层层的去区分嘛 对吧 当然过度也要自然咯 好这第一遍第一遍 好旁边我们呢层层的这样去跟它交叠下来 像我们这种呃 勾线的这种形式呢 它是我们就像那边写楷书一样的这种 呃一种味道 对不对 它非常的严谨 恭喜啊 解体这整整等等啊 都比较都比较严正对不对 啊 那不像我们写水墨画的那种 它那么的粗犷 那么的随性啊 那么的自由 像那种啊 我们平常画的那种水墨呢 你可以画的像形书像草书这种感觉 那这种啊 就让你画的像楷书 必须得像楷书 甚至像小楷的那种感觉啊 好我们现在其实用就用的单笔啊 给它适当的给它春擦出来的啊 春擦出来 这春的越多 我们说就是像小情侣啊 那春擦的少呢 就是我们说的像就是大情侣 它主要是染的这种形式啊 给它呃表现 那现在其实我们还是在大情侣这种万球之类哈 不是弹幕起到了春擦的一个作用 就是嗯 我们只是让这个严实看起来更加的厚重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笔触的一种表现呢 它就是一种春擦嘛 春擦的一种表达啊 墨色就是无非让你也是看起来更加的厚重 嗯 好 侧面这些啊都要给它坚固上 行笔的时候 你如果说春擦不好 自己控制不好这个度 你就尽量的燃啊 尽量去燃 那其实我们说这张 嗯 这些所有的这些大画 你看到这些经典的作品 那都不是几笔几笔画出来的 那像猪大可能像七百十那些画啊 大部分可能呢 他就是相对啊 就比较啊 就是功夫做的不就是画面 就没有人想到像这样的画作那么严肃 对吧 他肯定要更加的随性一些 那不同画作肯定是这样的啊 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所以我们这些画作都要有一 要经历一番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啊一个塑造的一个过程 不是不是说所有的话 你就是那种松松的对吧 你要知道松也要知道紧啊 知道这种我们说概括也要知道它的详细 你怎么去形容它都可以啊 我们说这个村叉啊 我是在村啊 你说少那也没问题啊 就区分 你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村区分开颜色的一个前后 使这个颜色呢 看起来更加的厚重啊 就行了 就去你说的扫啊 村啊 这个都不重要了啊 山水画呢 它对我们的造型要求也很低 但是笔摸的这种意趣呢 要求的是最高 你同学们在课下 有兴趣的同学啊 可以去这个什么 学学学写写一点点书法啊 草这个行书啊 最好啊 多写写行书 是不是 这种感觉 好 好 给它重拆下来了 顶部呢也是这个远山呢 都是顶部偏实 底部偏虚哈 都要做到这一点 都是干笔啊 都是干笔 它是干干的酷酷的啊 来再放大一点点给大家看吧 放大一看 你就觉得这笔触 它就没那么的清晰了 对吧 但是稍微的放远一点 它就很平整啊 那这就是我们要就是整体观察啊 局部去着手 好 这是我们这整体的一个画面啊 那前面干了 这个画 这个我们画这个 比较公式的画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要干了的情况下 再去进行啊 来再进行一遍啊 让它厚重一些 厚重一点点 这块你在画第二遍存擦第二遍的时候 MOS可以相对的重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打了个底啊 他那个笔触痕迹就不会那么的明显了啊 所以你可以相对的重一点点啊 相对的重一点 画完了画完了就自己调整吧啊 好 像这种延时的底部根部哈 它有些笔触呢 可能我们存擦的笔触不会特别明显 里面可以多加一些这种小的结构线啊 这也可以在客下自己多加一加啊 我现在再把这个存擦的叫相对的再厚重一点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存擦 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同学手都在出汗了对吧 那尽量把这些手弄干一点啊 弄干一点 因为你这个你的汗水会把里面的这个胶反破坏掉哈 就怕你一会染的时候啊 它就出现一个大窟窿 一个黑点在那儿 那就不太好看了 不喜欢的话也大概体现一下体验一下嘛 可能这样重复性的东西同学很觉得枯燥 对不对 我们说就这一一一张案例是这样的哈 那你的这个重复的东西呢 可能是我们说方法都觉得是不难 但是你要把它画好 你是不是也要经过一番这个琢磨一下啊 琢磨琢磨 好 再来 就是前后交叠的地方 你可以说转折的地方深一点啊 有些你看在这种大的转折大的区分的地方 我们可以适当让它深一些 再继续 课后你们把这个墨底画完了之后呢 可以自己刷一遍浇凡点啊浇凡水 没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刷啊 因为我们画这个山水呢 它这个着色的效果的比较厚重 你漏一点反正它看不出来啊 它会把它给覆盖掉 它暗部的这种白点肯定就不会特别的明显哈 同学们 好这些地方 再也是加一加区分一下 你想想他们那些经典的大作品 像这个千里江的图对吧 它里面这种对抠这种沟壑啊 这小细节做的是特别的充足啊 特别的充足 所以我们再画这张画还比较小嘛 也要做一点的小细节在里面 如果只有大笔触啊 整个画面还是显得比较 概括了一点 好 淡墨把这个远山的底部呢 适当的给它整体的存擦一下啊 整体一点点 整体的啊 特别特别淡的墨色 它现在相互看起来要有点的融合的感觉了 对吧 把这个区分开了就行 好再从右侧来 你看这块水都比较大了 你看我也是这样水也比较大 像春叉的这么用笔 它这样的话我就省去了这个去染 对吧 一会肯定还要染 那我只是现在啊 给它啊 进行一个衔接过渡嘛 不是说这张画面全都像这样春叉就完了啊 要用墨色去给它染一染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统一厚重 浇翻水 你们买的是那个水已经兑好的那种水吗 还是说呃是自己需要泡的那种呢 固体状的话就用六十六十度左右的那种温水把它给泡开 泡开了之后用手啊把它黏化 但那个有点臭啊 跟脚抽味差不多 所以你不要弄到其他地方了啊 不然的话就很难闻 呃这些弄开之后啊 再加适当的水啊 是这个水分怎么叫适当呢 让那个水分呢 弄湿之后啊 起来在你手上这样去拉啊 微微带一点丝啊 微微带一点的感觉就行了啊 不要刷得太厚哈 如果你胶太多的话 呃胶太大的话 你的画面后面容易画不上墨啊 画不上颜色 好 远深的底部要留出一点的白 为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说的留的云气这么一个感觉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说的留的云气这么一个感觉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纸上画一般我们把它空表起来哈 这张画呢我就没有空表了啊 有机会的话没机会了 告诉大家怎么去空表 表到一个板上啊 一个平板的板上啊 这样画起来效果它会更加的好 因为这个纸呢一湿了之后它容易褶吧啊 容易褶吧褶吧 褶吧的话它的视觉效果看起来就没那么好 来上面给它适当的春叉 往下面走 给它过度好 教学就统一的给它刷就行了哈 统一的刷 好 好 远山顶部 白人手到这一环节很难把控是吗 白人手刚给它给它看了这个效果了 你要把它画的相对厚重就行了 你看看 是吧 也就是擦出来的 擦出来这样的效果 对 好 那干一干哈 我这个呢 大家它比较慢啊 因为这个在纸上画的嘛 前面啊前面这些岩石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再拿出一只毛笔来 我们来画它的 来画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些结构啊 先把底子呢做的充分了 后面染色就很快了啊 染色就很快 不要着急 如何表画呢 我说的是空表 不是说把画一张画画好了 就像我们山水画 你要就脱个画心的话 教你很简单啊 就包括说什么古法上墙啊等等 那都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弄了 这个场地和材料都没有 嗯 没办法啊 好下面这些小结构 我们跟它适当的加一加 我们学这些都得配套的学 因为去装表一张画还是蛮贵的啊 因为我们很多画也没必要 就给它装框啊等等 就脱个画心 像你们自己的很多画都这样 给它脱个画心呢 以保存 以后我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做个视频 如果做了的话都发给大家 画不了就多看一看 好这延时的底部有些细碎的地方 你可以再跟它加一些小的笔触 我们说加一些结构线 对吧 有些的可能相对明显一点 有些的可能也是隐隐约约的啊 好 我们把这块给它先说到这里 甚至有些笔触呢 可能类似于像点 因为线条是勾了出来的啊 现在在我们春擦完了的笔触之上啊 然后给它就是春完了笔触之上 然后再给它点的这个笔触呢 它就显得没有那么的突兀了 对不对 它这个墨色就有点的融合了 如果仅仅是白白纸张上面哈 像这种工系的画桌当中 你出现一笔比较自由的笔触呢 它显得就比较不那么合适 空表就是你们画一张工笔画 对吧 我们把这个纸啊或者捐它 给它表在一个板子上面啊 或者框子上面啊 这样的话 它这个纸张呢 它一个是绷得比较紧 它不容易折吧 再一个呢 就是你画的时候都比较平整 线条啊 笔触啊这些都不容易出现 偏差嘛这样的话才更加的精致啊 就在画空表就是画之前的 你说的装表呢就是画之后的事啊 写一不注不注重这个啊 但是工笔呢就就比较注重了 好远山这个顶部啊 我们呢适当的给它加一点点这个啊 村叉的一些点出一些小的结构线啊 小的结构线 这块我们是加的重重一点的墨色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相对的重一点点啊 相对重一点 其实可以是加一些小的痕迹啊 小的痕迹 小笔触痕迹 细碎的小结构啊 因为一座山不可能那么的光滑 对吧 这就是加一些细结构细节了 好像这个山头呢 它可以出现一些相对重一点的这个笔触哈 啊 对那个书的名字我给大家打错了 对吧 公布里希的那张那本书呢 叫艺术的故事啊 不好意思同学们 我手又惨了啊 那这本书呢 就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啊 他们只要所有的学生只要被录取之后啊 学校他都会赠送一本 公布里希的啊 艺术的故事 art story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书单 这个就看同学们自己的一个兴趣啊 就看自己的一个兴趣去选择 吸一下 看这个生鲜纸就没干的时候 你可以拿这个你画过了 拿卫生纸给它吸一吸 是不是 好 村擦完了之后 有一个地方我们适当的给它做一点的强调 对吧 山头有地方要比较明显 好这边啊 然后再来 反反复复复的 你稍微的安静一点点啊 不用着急这种事啊 你也别太太操心的啊 我们说操字过节呢 这不过也不太好啊 适得其反 你非得要它显得白一点的话 你就加太白嘛 我们说了它它底子就是那种黄卡 你就就呈现了黄色就没问题了 别人不会因为你的这个纸张的这个下面效果 会让这个画面现在怎么样啊 那黄的宣卡呢 它有一点点防鼓的这么一种味道啊 都比影响的 好旁边再继续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是当的加了一点点重的默色 在下面 它是在强调一些必要的地方 对吧 它不能所有地方都那么的平 把一些主要的这一处延时之间呢 它略微的加重一点点啊 加重一些层次 右侧的笔触 还有这边 好了这些大体的一个画面的效果 同学们你们应该都表现出来了对吧 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始 看看整体的吧 好放到这里了 你看一下整体吧 整体的画面效果 在这个基础之上 其实墨底啊 你都还可以再继续去叠加 那我现在就不叠加了 再去跟它染一染啊 用弹幕来给它分染一下啊 剩下来再染 剩下来再染 把纸擦毛了 一个是你下劲太重 再一个就是你的纸上太差 就这两个原因 当年我也我也犯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这个材料啊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不清楚 我们老师叫我们去买纸 我们就买了一刀熟炫纸哈 到毕业都没用完 而且那个纸呢也比较便宜啊 就两块多钱一张嘛 这一刀纸就大概200多 那个当时我们就觉得挺贵了 但是后来我们老师告诉他们 你买的也太便宜了 那样的纸呢 就是你稍微的放一放之后啊 你有可能你有时候你在店里面买的那种纸呢 你就稍微的放一放之后啊 你发现它就你来画的时候它就起毛了 那种纸就可以当深圈 你再放一放啊就可以给它当半身手来用了 我们的这个升圈纸啊 它是越放越好用啊 这个熟圈呢 它是这个升圈它越放就往半身手走 那个熟圈也是你越放它越往半身手走啊 我们说空气太潮啊 这个水分太潮了 然后天气太热了 都会破坏你这个升熟圈纸里边的这些 我们说的啊 焦帆啊破坏它的很多一些东西 现在就跟着之前春插过的一样 来行进行一个过渡啊 进行一个过渡 让它墨色看起来更加的自然一点 更加自然一点 我们说这个熟圈呢 你可以用的价格呢 稍微的高高一点点 因为但是你就知道熟圈它本来那个 我们用到的本来就不多 你画一张就是一张 不像这个生 这个我们说是这个升圈者写一对吧 你要反复的去练啊 反复的去练 山头没有染啊 没有染 现在才从下面开始往下 好然后再往下面走 两支笔灵活的去给它过渡啊 让它边缘 半身手画表就自己擦 擦到合适了 这个墨色层次了就行了啊就行了 有时候这个熟圈呢 用的量比较少 同学们可能准备起来也不太方便啊 这可以理解 那就自己的画面要主观的这样去处理一下啊 这个水笔呢 多用几遍之后就记得洗一洗啊 记得洗洗 这个就主要是在给它们分层啊 把层次感给它做出 然后再进行一个过渡啊 过渡自然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啊 反复的在这样画 好 给它擦出来 擦出来 也有这个底部 开始给它染了啊 从底部往上 心静如水来了是吧 底部让它偏重一点点 跟之前我们画的那些画面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 刚刚我们在春擦的时候呢 可能是挨的那些结构线呢 画的比较细致对吧 那现在我们在染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的让它平整一点点 水笔包括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墨笔啊 都可以用白云笔啊 没有白云笔 就用这些相似的笔来代替一下就行啊 其实画面整体这个墨色层次 目前来看呢 都差不了太多了啊 都差不了多了 多少了 我们把这边染完就行 我们画这种大的工笔的时候 比如说很多时候都是把这个纸立起来 包括写意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把这个纸立在墙上啊 然后去画 现在我们出于这个教学的方便 都是把它摊在这个桌面上啊 一个是画画面齿幅都比较小嘛 现在我们都是在重复这些内容了啊 如果着急的同学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做一点的处理 好不好 那这个远山顶部呢 就从上往下整体给它染一遍下来 不要染到外面去了啊 这个染到外面去就会很明显 我们再过几分钟就结束了啊 我们呢 这个山学课的时间呢 是吧 今天也是第29节课了 我们同学我们说 不管你是跋山涉水 有些同学可能学的很费劲 有些同学呢 可能学的也挺好玩 我们说跋山涉水也好 游山玩水也好啊 我们呢到了一站啊 就后面就进入到我们说 这山上玩的挺不亦乐乎 那也要进入到我们的花花世界了 对不对 让我们的燕北老师再来带大家 燕韩老师 咱们的这个燕韩老师啊 韩林老师啊 韩林老师呢 会带大家的一个人物课程 因为我们班呢 有基础课过来的 也有花鸟扣过来的对吧 一会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韩林老师的一个照片 照片 淡墨就染个一两次就行 下面春擦也是一两次哈 是吧 大概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墨色层次 是不是就表现出来了同学们 好 等它干一干 等它干一干 今天我们就把墨稿给它做完就行 我们就不染色了 下节课一起染 课后你如果自己有时间的话 先用纸石把颜色的底部 就是墨色用纸 用墨色已经染过的地方 用纸石给它染一遍 淡淡的淡淡的 好 这个就先说到这儿 然后刚刚给大家说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韩林老师的这个作品 对吧 来给大家看一眼 喵眼 这个照片在哪呢 稍等 我想燕北老师 你们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你们想看燕北老师的 我一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先把韩林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很多同学还不了解 对不对 来 我给大家放一下 放在右边来 来吧 来喵眼你们的老师 好不好 大潘老师会在高级课程当中 和大家见面的 这就是韩林老师 他比山东理工 然后是从咱们的赵勇先生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化导师 也是国内比较像 有一定的名气的 然后他也是带过好几期课程的了 都是老教师了 对大家来说 应该是 这个什么 有经验的老师 同学们可能更加的喜欢 是吧 那所以这点呢 希望大家值得信赖 到时候你们可以直接的进行到 他们进入到他的课程当中 进行一个学习 对吧 他的作品呢也很多 而且得的奖呢也非常的在 呃 也算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画家了哈 青年画家了 来看一下他的作品吧 带大家大体的瞄一下哈 来 这是他画的一些呃 我们的一些佛教的一些人物形象哈 有些同学可能喜欢画工笔对吗 或者有些同学爱画糖卡 那课后呢也可以去和我们的韩林老师呢 多做一定的交流 那我们刚说的线条 那你看看他的线条 对不对 这个你肯定要向他多多的请教一下了 嗯对吧 帅哥一枚 这个是肯定的哈 也是细粉无数哈 好 这是他的一些人物画 水墨人物的一些作品哈 来大体的可以了解一下 是吧 可能听我的声音已经听烦了 现在该进入到你们的一个更加呃 网上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学习哈 人物最开始就会带大家来准确的这个 一个是观察再一个就是造型的方面方面的一个练习哈 好 这是他的大体的一个作品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 好 喜欢对吧 后面可以多多的和我们的韩林老师多多的交流哈 那这些老师我们说都是非常这个贴心 非常耐心的为大家的一个学习的服务 你们都可以在课下呀 多多的和他的交流 包括在群里面 对吧 嗯 都先夸我 啊 这个呢就是永乐宫壁画对吧 你们应该知道在山西呢应该在中国中国的上 历史上啊 山西因为是在古代的一些封建王朝当中啊 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都城呢都建在那儿 对吧 所以呢寺庙也相当的多 到现在为止 咱们古代的一个壁画呢 在山这个山西啊流程是最多的 所以你们可以多去看一看啊 这些是永乐宫壁画啊 他已经把着色呢已经上完了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对韩林老师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介绍啊 感兴趣的同学到时候我会把它再发到这个群里面 你们也可以多做一定的了解 好不好啊 帅哥老师是吧 感兴趣吧 所以大家到时候呢就顺利的跟着我们的这个 韩林老师进行学习就好 好不好 燕北老师的这个照片呢 下节课我再给大家报一下好吗 好了 就说到这里了 这是我们同学们最这个啊 韩林老师的一个评价哈 一个评价 那这点先说到这儿 然后回过头来 这段话我们刚说了 课后你可以再去染色了哈 先淡淡的染一点点这色色 那亮部呢就用我们的花青加这个藤黄 调一点织绿色进行一个染一个衔接就行了 好吧 你先染这么一遍 那我先不染 我课后一笔都不会动 课上呢 带同学们一一的来画 好 今天咱们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儿了 同学们早点休息 晚安 好吧 晚安了 我们说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呢还会再见 还会再见啊 希望同学们认真的和我一起把这张画画完 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优秀的完整的一个结尾 对的一个学习好不好 好吧 同学们这节可以先到这里 记得课后提交咱们的作业 拜拜 拜拜了 嗯 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问我啊 随时都可以问我 甚至于问学光老师 我们都会为大家解答的 其实可能现在不给大家直接上课 但是课后你的问答都会给大家解决 好 同学们晚安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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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